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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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与注意显极乐众生,种种勤令,皆宽幼心。 难读善根,精勤疾思,菩萨儿师习以善根入世回向。 以自己的身体来布施,跟人当奴才,或者当死者。 但是谁受呢? 假使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说好了,我布施给你,我给你当死者吧。 我看没人接受你。 为啥? 他说你别有用心,小的你来干什么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也没有一个能受识的。 这是以常情啊,是以人情来斗。 那些个大菩萨他发了心了,要求舍身。 就有人来向他要。 好了,你给我去当奴才去吧。 为什么? 那不是一般人受识。 经常看到故事。 释迦摩尼佛在无量身,一身不身。 来向他乞讨的,要他身体的,不是凡人。 但是他发了这个愿了。 发了愿了,就有来满他的愿的。 那大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 咱们现在发愿呢,人是拿这个做比较了。 不如想的那么深远。 帮助人家做点事。 不求回扣。 不求报酬。 愿意帮助别人做事。 但是这个完了,要回向。 舍身供给三宝。 供给三宝贼有之。 我们现在大家出发心时候,特别是普洛斯。 这些年来都一直在做工。 都有工作。 来的是要出家呀,你先劳动一年吧。 那就是舍身呐。 你没有什么报酬。 除非吃三顿饭。 现在我还不知道给你三顿饭吃吗? 两顿饭吃。 可能大概吃两顿饭的多。 那想得通吗? 但是每个人高高兴兴愿意做。 为什么? 他的怨心。 你要是不让他在这儿做。 不让他劳动。 他会哭哭啼啼的。 感觉日子没散根了。 这也是舍身的一部分了。 做如实理解。 不要想太深了。 你这个人就告诉你了。 佛子。 菩萨摩克萨不是你我。 菩萨摩克萨一身不实实话来乞讨的。 在那不实实话。 他的心非常谦卑天下。 入生入地心。 那心像大地一样。 吃给一些众生。 大家都九彩大地。 大地没有争恨心。 形容词啊。 比方。 生饮受助苦。 说这个身体啊。 能够饮受种种苦难。 心不变动。 生极度众生。 不体验心。 给众生做事物。 没报酬的啊。 但是呢。 还精进不屑的。 没有体验心。 因为前头告诉你。 这是大菩萨摩克萨不实实话。 不是闷。 这前头讲那个道理。 都跟这个要先合起来。 为什么? 这身是空的。 他没有身见。 他不着知这个身。 把众生看成什么呢? 看成如自己的亲生的妈妈。 如这个身身如慈母相。 如自己的慈母。 所有众生吸回于心。 把这些善业都回向于心。 说我们生在这个贤乐。 遇此。 这些时代。 这众生的种种的危害。 秦灵。 对众生不生烦恼。 而宽佑他。 宽佑他。 但是告诉你的是菩萨摩克萨。 因为我们要向菩萨摩克萨学。 也想这样。 那你先得证得了。 什么呢? 空性。 知道这是空的。 不愿意忍受不了。 觉得是空的就忍受不了了。 难住三根。 做事还做得很好。 精心疾似。 但是寡作了要回向。 不在而是习以善根入世回向。 怎么回向呢? 所谓。 愿意众生随其所需, 常无缺乏。 修菩萨性横步间断。 不舍一些菩萨的业力。 散驻菩萨所行之道。 了大菩萨平等法性。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了到平等性。 没了到平等性。 那你就苦了。 如果你要是被敌对之人抓住你去当奴才。 你苦不苦啊? 因为你了得平衡。 因为你自愿意。 你愿意舍山。 那就不苦了。 一个事物都入善。 在这儿。 你说我们作为小道友, 你最初来这儿出家的时候。 还带法。 没有落法之前在这儿。 带菩萨。 谁都来支配你。 你到那儿去搬钻去。 你到那儿去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乖乖的去了。 你还心里慌慌惧惧去去。 还不是烦恼的。 如果你在家里头。 你妈妈叫你干个什么活啊。 你别别扭扭的。 我看着很多了。 回答每个人都回想回想。 那自己愿意的事呢。 一点不烦恼。 还高兴。 但是自己不愿意。 不是发心的事。 要你去做。 那你就烦恼了。 所以。 众生随他所需。 尝试供爱他。 没有贫乏的时候。 七少。 这是菩萨修菩萨。 而且常识证。 供养给一些众生。 这是菩萨的义。 力。 本来没报仇。 怎么是力呢? 说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这个毅力可大了。 你成就你的愿力。 成就你很快成佛。 因为你应当十节成佛的。 因为你这一舍身供养啊。 五节就成佛了。 这叫毅力。 这毅力在这上算的。 善助菩萨所行之道。 菩萨怎么样做。 你住在菩萨学行的道上。 你也如是做。 你为什么能得人做。 了大菩萨平等法性啊。 这个得入入来种族之数了。 要成佛就快了。 入来入来家。 入来入来总相。 祝真实于持菩萨行。 正都法性了。 正都法性了。 菩萨所做的。 你也能入世做。 入入世间。 得净佛法。 身心心结。 正法究竟。 那时候。 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世间。 都能明了佛法。 体会佛法。 世间就得到清净了。 假使这个世间。 无争。 没有争。 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灾害就少得多。 那天。 我看见报纸。 现在用于战争费用。 大家去竞争啊。 买武器。 制造武器。 每年要是六千多亿。 六千多亿。 六千多亿。 拿美金算。 如果把这个六千多亿。 给这穷苦人民。 改造世界。 那不大家都很难。 很快乐吗。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众生的业呀。 天天你看报纸也好。 听到什么广播宣传也好。 竞争。 竞争。 争什么? 争利呀。 争利呀。 但是世间。 一切物质是有限的。 不是无尽量的。 嗯。 嗯。 等你用尽了那时候。 不要争了。 没有了。 争也没有了。 嗯。 为什么众生。 这么多菩萨。 宣传佛法。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信佛的毕竟是少数。 这个少数的信佛的。 再让他们去。 行菩萨道。 能有好多呀。 我们现在有五六百人。 行菩萨道的。 像这个大菩萨所做的。 我们有几个呀。 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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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听见。 就说没有。 听见的都是什么。 对佛法不利的。 昨天报纸上登的。 台湾的啊。 不是大陆的。 大陆还没登。 叫花和尚。 什么花尚呢? 他已经取了旗子了。 他还穿和尚衣服在庙里做佛事。 但是他一个是一个庙里富宅人。 现在怎么揭发了呢? 他那妻子告发他。 他又找了别的女人。 这就坏了。 今天报纸灯这个对目和尚。 有影响没影响。 是有影响的了。 有影响。 是有影响。 是有影响。 这个事情在我们佛教内部 是知道的 为了 弘扬佛教 是佛教不受污言 不说而已 现在一个地处有 其他地处也有了 甚至公开的 为什么 说用佛法来定世间 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从我们个人 只要是我个人 对佛法身心心结 我这个力量 能够使一切 其他的众生 影响到十个 我一个影响到十个 那十个再去影响 能影响一百个 因为现在我们做不到 一个人发心影响十个 做不到 因此为什么做不到 他没有身心来信解佛教 要身心信解 光信还不行 解是解物 解物是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散那两头 那是做不得 要做散 不要做那 乃至说正法行菩萨道 究竟能够成佛 成的究竟 那又不叫末法了 现在时代是末法 我们能够这样说 说一说 把佛的教授 悬扬一下 熏悉一下 令一众生啊 都能够产生的 这些善根 精进增加善根 这就功德很大了 很大了 这也记住一切自怀 以此善根 能够令一众生 常得供养一些祝福 能够理解一些法 理解了之后 又能行 行呢 要受辞读诵 不忘不失 不坏不散 那你的心啊 你的善根啊 得到调伏了 调伏就是意思 他不顺 不顺把他调顺 对佛教 对佛法 不能深入 还有些疑惑 把他疑惑去掉 调伏去他的疑惑 去他的烦恼 所以他不生烦恼 不要躁动 要难见 用神法调伏呢 以借境而调习之 借境修定 那定就是自治烦恼的意思 定了就能把烦恼调伏了 灵伪众上 与祝福所 诸入世事 就是上德所说的 诸到什么呢 对祝福所教授的法 能够受此读诵 不忘不失 不闪不坏 是以法调伏去纵生心 为调者令他调 以调者令他成熟 以成熟者令他挣扎 以挣扎者令他究竟 究竟成佛了 灵众上 与祝福所 诸入世事 灵众上都能够在 佛所就是道场当中 你现在说 就是在道场当中 能够 善调伏他的心 以这个善根 以这个善根 灵众上做第一塔 做第一塔 他是形容词 第一塔是佛 像佛塔一样 像建造生欢喜 生恭敬心 应当受种种供养 灵众上 成最上福天 都是指佛说的 最上福天 也是指佛说的 得佛的知怀 能开悟一切 灵众上做最上寿者 最上寿者是 寿是领纳的意思 领纳的什么领纳呢 摇移众生的事业 仿能摇移众生 领纳的众生 成最上的福利 能使具足一切善根 这个 仰一切众生具足福利 仰一切众生都成福 使能具足一切善根 使众生一切都能成就 零一切众生 成第一 好思处 能是怀得无量福德 大家都跟布施 好施 施舍成性 那把奸贪嫉妒都断了 施舍是得福田的 能怀得无量福德 零一切众生与三界众接得处理 这个大部分教会众生啊 让他离开三界 不如三界的苦难了 这就发布地心的处理心 民生众生做第一道思 为世间开始入十道 咱们经常说明心见相 入十道者就是 印取自心 能够印得自己的心 受受自己的心 咱这心里头 含着无量意 把心意开开 挣着他的体 得到他的荣 林世众生 皆得妙种词 得妙三昧 他有时候文字变化 有时候说三昧 有时候种词 得妙三昧 就得无上的大定 据是一些祝福正法 林世众生 挣着无量第一法界 一种虚空无奈正道 第一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就那一真法界 要挣着了 与佛无二无别的 自己那个佛性 本体的佛性 就叫法界 就叫法界 就是法界性 使为菩萨摩萨 使自己身 善根回向 使者自己的身的时候 不是为了自己求果报 而是另一切众生 都能得到佛的身 佛的身呢 就是因共的身 无量智慧的身 佛的十号 第一号 因共 正偏执 这两个就是佛的 因共的身 无量智慧 佛子菩萨摩萨 文法喜悦 神经信心 听着佛法 心里生大欢喜 广生欢喜不行啊 还得具足信心呢 这个信呢 就清净信 咱们把这个解释吧 就是 文若思理菩萨 告诉我们的 善用其心 能把这个心 用好了 清净信 成就了 清净信成就了 就入了住了 那就住菩提了 住在菩提上 这时候再发菩提心 那不会退了 不会再退了 咱们现在叫 毛道凡夫 毛道什么意思呢 像一根蛤毛似的 一个毛 一点小风 把你吹的 得空中烂摆 不是 不是定不动的 毛道凡夫 文法喜悦 生了净信心了 他注意 不动 信心再不动摇了 实信满心 再不动摇了 这个净信心 咱们说起来 好像一句话就说了 做起来 得一万大截 修行这个清净信心 成就了这个信心 时间要这么长 假设你发大心 说我要超万超灭 超过 一面就成功 当下一面就成功 见过不了 为什么 是动摇的 遇到一种乐源 又随着他钻了 遇到一种源 又随他钻了 就不定 不定 菩萨呢 就是教授一些众生 让他闻到法 生起极大的欢悦 完了能成效他 清净的信心 这在文法和喜悦了 得到什么效果呢 能把净信心 升起 刚说生 生了还退不退啊 那你经就很长时间 才能不退啊 这个清净信心啊 跟你闻到大方广播花经 闻到这个名字 当你最初的时候 闻到这经名字 你身上干脚着 毛孔啊 毛都 寒毛 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这你过去无量级的善根 那你闻 闻了之后 能行 行的方子多种 经上所说的话 那话叫你怎么做 你去做 这是行 像你能够 每天读诵 第一个性 每天照着镜子 拿着环境来照着自己 信的如何 怎么说信 修行这个信很不容易啊 生静心心的 大家我想读华安静的道友们都读静恒品呢 那140大愿 如果你每天 如果你每天把你心都用上 一举一动 你不是让你大圣武器寻念啊 那防得着别人 你只信了一动 就是 三种其心 就是静恒品 身心动念 智恒菩萨 是果地的菩萨 跟文如菩萨同位的了 他来问 他知道众生不会问的了 也问不到这些问题 他向文如斯利菩萨问 问的是120种 文如菩萨给他教了的140种 从你找进去睁开眼睛 到你最后睡眠 这叫三种其心 这个心啊 就是清静心 你如果能把这140种愿 都能念入 遇到什么境界 马上你散心所就发生了 净心心就来了 这是生静心 不但文如欢喜 文如欢喜之后就去做 做就是我随时叫做 文如菩萨教导的 三种其心 经常有的道友 问到我 如何修想 我说哪部经都告诉你修想 你还问我做什么呢 他说我经历弥陀经啊 弥陀经没告诉我啊 弥陀经要你念到一心不乱 没告诉你啊 你念吧 念到一心不乱吗 六方佛 六方佛在加持你 让你念 那佛告诉你了 你天天念 要一日 要二日 要三日 要四日 要五日 要六日 要七日 念到这么七天不断的时候 升级了世界就固定可靠了 那些环境 环境每一句话都告诉你修想 想告诉你 听法 听法声欢喜心 欢喜心一声 净行心都有了 净行心有了 照着做吧 文如菩萨告诉你 普贤菩萨告诉你 每位菩萨都告诉你 这个现在咱们讲是金刚守菩萨告诉你 金刚菩萨告诉你 都告诉你 哪 每部菩萨都是修法呀 不修法 说金干什么了 完了他要问 什么样修想 那我怎么想的呢 我就想 那就是说个不好听的话吧 大家不耐听的 那业症太重了 那不业症状 仗状了 甚至读佛学院 读了几年了 这人完了毕了业了 不知道怎么做 大家读书 读完了到社会去打工 当初摸索的时候 你是做的不像书本上的 书本上学了 给你做的时候 事跟实事实在去做 有所差异 但差异不大呀 那你知道 一个家一个是两个 那你就到座那时 说这个家这个是两个 这该知道吗 那佛经也是这样子 你深的你不知道 钱的你该做呀 例如说你忏悔呀 大家都知道 忏悔就是 把我们过去罪串掉了 这知道吗 告诉你念佛 这你都知道吗 告诉你念佛是谁 这你可能不知道了 等你知道时候 开路了 知道念佛确实是谁 像咱们讲经的时候叫 能念的 所念的 能念的是空的 所念的也是没有的 能念所念都是空的 这该知道吧 知道是知道 空不掉 咱们天天讲 烦恼是空的 天天在烦恼 佛叫么一心 常识寂静 他就是不是一心 他就是胡思乱想 这胡思乱想包括的很广阔呀 说现在你在学《华安经》 说这个时候不要想别的 这叫一心 那别的都叫胡思乱想 说我想念佛 念佛到念佛堂去 不要在这听经 但是听经咱想念佛 不一心 两个相合不相合呢 看你怎么坏 文化生清静心 一心敬念 说那个你又得了空性了 清静心怎么升起的 心无所壮 生清静心了 完了再加下一句 住即无住 什么叫住即无住呢 现在我一心听课 这就是住 这个住是无住的 怎么解释 法无住共 你闻到环境的法 你闻到环境的法 环境的法告诉你是无住的 为啥呢 生清静心嘛 这个清静心就生起静心 什么叫静心呢 清静心的 一点什么都没成长 相信你的心 这就静心了 静心了 干脆所行出不得到 怎么念了这么多不声 为什么他能这样舍得呢 空的 幻化无常的 妻子 儿女 自身 全是假的 他若不过 争得这个空性的话 他舍不得 怎么能舍得 自己的身体能舍得吗 知道他的根本 根本是什么呢 必须得明了了 空性 正得了空性 这叫智慧 咱们现在所讲的是智慧 第六度 有智慧的人才能不失啊 乃至于到最后舍身 舍妻子儿女舍身 舍自身 连这个都能舍 有一件舍不了 执着 要把执着舍掉了 什么都能 问题都解决了 这就叫静心 清静心 神都不执着 一点养物都没有了 不绝心 就静心 不过是 因为啊 我们常识有时候 念很长的经文 努尔德院就有详细解一下的 隔一段时间 解释一下的 要不是这样想 买个都这样 解释啊 华人经啊 再一辈子说不完 无量节演《华安经》也演不完 释迦牟尼佛现在都在说《华安经》 从来没见到过 信吗 说不是说《华安经》三七二十一天吗 那是教义来说 但是教义里的意义 含得特别深 可是无量节 《华安经》如远无穷无尽 都在演说欢迎 等你理解到这个意义了 你才知道 与身供养祝福 是从他行尽信心而得的 先说个身尽信心 没有身尽信心 怎么能舍得把身供佛呢 因为以身供佛就是心要 信解了 佛教导的无上法宝 大乘教义所告诉你 说在祝福说生父母想 这就世间法来说 形容礼法 读诵寿寿时 无奈道法 你送的法是无奈无上 是这个法 无奈道 无上道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你学会了 你无奈了 你达到无上 不论经过好多 学到好多 无数 诺尤托 诺尤托翻无数 把无数说到无数 得到这些法葬 那你就得到大智慧 法某祝散根门 心常的想念着 所想的 所意念着 全是祝福 没有其他的二乡 要入佛的境界 与佛的境界为自己的境界 佛是什么境界呀 身达到佛的法的一礼 法的深处 都是佛所行处 佛所行处 就是身达一礼 那就是一礼 那如来 微妙的范音 微妙的范音 如来言说法的音 是微妙的 咱们所知道的 听所谓的音声 从音声 理解 所说的法意 从法意 证实 我们自己的 所具本有的妙命真心 这是微妙的 也像住佛是玄化 幸福法云 佛所说的法呀 虚空 云才那么多 没法用数字算 与佛法语 下的雨点 都是佛所说的法 荣蒙自在 就是说法 宣扬佛教的 荣蒙自在 无退却 都因为挫折了 什么了 却要了 缺要的原因 那是什么呢 咱们去显摊说 那个环境啊 不可能说法 如果你要说 犯了四军法 有这个事吗 大概年岁大的人都知道 某一个时期 三无灭佛的时候 乃至咱们前以前 这个我都深受过了 大家还不能理解 这才叫荣蒙自在 荣蒙是可以 自在是不自在 达到荣蒙自在了 说即无说 无说而说 那个时候可以不容语言说 拿你身体实际做 来做表算 人家更能信服 更能信服 能分辨一切自人 第一指地 就是达到佛 就是达到佛 佛是一切自人 佛地 那是第一了 再没有超过佛地了 这样子才把 具足了 成就了 撒破如成 无上的妙成 撒破如或者翻道别呢 翻撒破如像喊一样的 说撒破如翻一些智慧 一些种子都含义过不凡 就叫撒破如 这个城是什么城呢 无上城 就华言一城 一城是无城的 无城之城 有量百千亿 诺尤托 大法成满 成满什么 成满你的上根 那你的六根呢 都变了 一些住根都变了 是法生的 不是是父母所生的 尤尔比赛神异这些根 是坏的 是无常的 但是这个住法的法根呢 是不坏的 是长的 不变的 否则 菩萨莫沙 与住佛所 文入世法 这些大菩萨 都是从佛 亲闻 佛所说的法 佛所什么法呢 就是上来说说的 欢喜无量 难住政法 再没有疑惑了 自己断了疑惑 还令别人 令一些众生 都断了疑惑 心横一场 那心里难以得很 舒畅得很 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有疑啊 就有障 道友问我 我说你不要疑惑 他跟我辨别 我根本没疑惑 我说没疑惑 你问我做什么 你问这些都是疑惑呀 受生啊 在自己的祸上 就是迷惑那个祸 在自己的业上 他不认识 而且也不承认 你给他说呀 他不承认 有人他在做生意 经营事业 过去嘛 他是 他是当官的 后来改成做商业 他因为自己啊 非常聪明 非常了不得 我跟他讲佛法呀 他说佛法叫人家就是做倒霉的事 我说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咱们现在说这段舍身 在在人家看了是不是倒霉的事啊 他为了神的享受 他得争取当官发财呀 你要跟他说这是倒霉的事 造了业呀 一生受的 要经过无量生来还 他不信啊 他不信啊 他信这个吗 所以他问你是迷信 他可是正信 等他受苦受难的时候 他相信了 相信完了 那报受完了再说吧 菩萨摩萨 不像我说的这样的 那佛子啊 那些菩萨摩萨 他闻着这种法 了解这种意 他的欢喜无量 他会担住一个正法 他没有疑惑 但是断一生心 断一生心 咱们自己不能很快的成佛 承认自己有业障住了 要把这个业消 消业的方法最好是关心 关心 关心消灭的方法 比磕头还高明得多 如果心不在磕头上 咱们上后讲十宗礼啊 十宗礼 那里头就说着永 将你直接的了达心相 来拿心来颤 这也没有 是心造的 心也没有 货业本空 微心造 心没有了 心有亡时 连心都没有了 能造的业还有吗 业有没有了 心亡了 罪业空了 两句空 那有什么罪不罪啊 没有什么罪 而古德 他一开悟了 明心见性了 他就知道了 万法皆空 微心造 都是自己心造的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认识 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 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 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 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 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不定期举办 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 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钱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会救人的鱼 在泰国的梅宫河里 生活着一种会救人的鱼 这种鱼长约50厘米 身形成大刀状 背脊柔软 尾巴宽阔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嗯 好的 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正好可以在河边洗把脸 既然大家都累了 那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再出发吧 哇 这水可真凉啊 舒服极了 小张 你小心点啊 这河水看起来好深 可千万别掉下去 放心吧 没事的 小张刚说完 他的脚下就滑了一下 一下子失足 掉进了河里 救命啊 不好了 小张到底河里了 小张 快拉住我的手 还没等人出手相救 水流并将他冲离岸边 天啊 小张被水冲走了 这样怎么办 他会被淹死的 救 救命啊 救命啊 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落水游客身边 闪起阵阵水的发 像是有许多鱼朝他围了过去 天啊 那是什么 是鱼 跑的鱼朝他围了过去 天哪 那些不会是食人鱼吧 看来 他今天就死在这条河里了 太好了 他有救了 有救了 那么多食人鱼围着他 他怎么可能还有救呢 是啊 他应该是 必死无疑了 不 那些不是食人鱼 而是会救人的鱼 他会被那些鱼 平安送回到岸边的 会救人的鱼 导游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啊 怎么可能会有 救人的鱼呢 放心吧 那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种会救人的鱼 一旦发现有人落水 或者船只遇难 这种鱼便会立即用尾巴 开挤水面 通知同伴集合 然后成军结队地游向落水者 用他们的身躯 及时将落水的人或船只 拖出水面 并向岸边游去 直至脱险后 才悄然离去 天啊 越来越多的鱼游了过来 是的 你看到没有 那些鱼在用尾巴拍打着水面 这是在向同伴发信号 让他们赶来支援呢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鱼竟然真的在送他靠岸呢 很快 这些鱼便拖着小张 将他安全送到了河边 众人一起合力将他拉上了岸 快拉住我 我拉你上来 真是好险啊 你知道吗 我们都以为你今天逃不过这一劫了呢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以为今天我一定会淹死在这里 没想到竟然被一群鱼救了 这些鱼就是你所说的会救人的鱼 是的 我们当地人都称他们叫救人鱼 而且我们当地渔民有着约定屠城的规矩 那就是从来不会捕食救人鱼 就算误补了救人鱼 也会及时将它们放生的 也正因此这些鱼才会繁衍这么多 而它们越多就能救更多的人 谢谢你们 真是谢谢你们救了我 这种救人鱼的味道十分鲜美 其经济价值十分可观 因此有一些贪婪的人 并偷偷地对其进行补牢 索朗 你看你 每次只能喝最便宜的酒 难道你就不想尝尝我店里的那些好酒吗 当然想啊 可是我没有钱啊 其实要想赚钱也是很容易的 你看河里有那么多救人鱼 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吃这种鱼 只要你能抓来 我就能付给你一大笔酬金 于是这位叫索朗的人 衬着浓浓的夜色 假装驾船愚嫩的样子 多来点 再多来点 来得越多人好 等救人鱼将它送上岸后 准备离去时 它便会突然将早已准备好的鱼网 撒向救人鱼 你们往哪儿跑 我实在是太聪明了 用这个办法来抓这些傻鱼 果然好用 尝到了甜头的索朗 从此白天躺在家里睡大觉 晚上则假装落水 诱补救人鱼 因为只需要救一个人 救人鱼只出动很少 便能将它救上岸 索朗觉得 以这样的速度赚钱太慢了 如果能一下子出动更多的人 那么救人鱼一定会出动的更多 于是它的收获也会更多 如果运气好 它一夜之间便能成为富翁 因为捕捞救人鱼 是一件让人们所不耻的事 要找来那么多人 肯定是不可能的 最后索朗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草人来替代落水者 索朗 干得不错 以后有多少鱼都尽管给我送来 我全部都会收下 你也会得到更多的钱 唉 我也想抓更多的鱼 可是 就我只需要很少一部分鱼 所以啊 每次都只能捕捉这么些鱼 唉 你可以多找几个人帮忙吗 嗯 好主意 捕捞救人鱼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那还不被骂死 村子里是不会有人来帮我的 这要怎么办呢 稻草人 我有办法了 于是 索朗便扎了很多草人 然后趁着夜色 将这些草人 全部推入了水中 鱼儿啊 你们看 好多人落水了 你们快来救他们吧 啊 索朗将这些草人 丢入河里后 自己 可以一起 跳入水中 没过多久 他 看到了一大群救人鱼 一边 不断地用尾巴 拍打水面 一边 向他落水的方向 游了过来 哈哈 好多鱼啊 我今天要发财了 哈哈 我索朗真是太聪明了 竟然想出这么好的主意来 哈哈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索朗的腿 突然抽筋了 没有办法游泳了 哎呀 我的腿怎么抽筋了 救命 救命啊 可是因为是在晚上 渔民都在村子里睡觉呢 也就没人听得到 他的呼救声 而那些救人鱼 都在忙着 救那些草人呢 当救人鱼 将一船的草人 都推到岸边后 索朗已经沉入了河底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啊 快来救我啊 傻瓜那些是草人 这是个在泰国美宫河的民间 流传了许多年的故事 老人们总是用这个故事 来教育孩子们 那些贪婪的人 尽管能侥幸获利 但最终 也一定会被贪欲葬送的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神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